好 今天事情比較多一點 要那個 這Teams好像也怪怪的 怪怪的 怪怪的 開不開 好 好的 來 我們今天要Premium 要開Premium 然後SketchUp也要開 然後我們今天 來得及就渲染 來不及 你們就先用粗略的圖 回家再渲染 就可以了 好 然後我們就直接先破解Premium 那這個Premium的部分 欸 喂 我已經關了 我已經關了 跑起來了 果然我就知道很討厭 再來一次 來 來 欸 有看到投影螢幕嗎 等一下 稍微瞄一下投影螢幕 Photoshop 好 就破了 就這邊 這個開學的時候有跟你們講PS 要破 然後PR 然後我們今天要上一點PR 所以會 我有開錄影 然後到時候會上傳到YouTube上面 然後你就到YouTube上面去看 然後YouTube會產生字幕 你就可以去YouTube去找 然後我們今天 那個要上課的內容蠻多的 有Sketchup 然後也有那個Premium 所以東西其實是蠻多的 然後一次要裝了四五套軟體起來 也是蠻久的 還要錄影 其實是需要一點時間 然後等一下再來點個名 然後這邊要錄影一下 欸 我有錄影耶 好 好 這邊就差不多可以開始安裝了 謝謝 那這個劍P也應該也要破解 我今天如果有時間 我弄一點AE 沒有時間我就PR就好了 PR Premiere 就好 簡單的剪片就好了 片頭的部分就不做了 等我那個Sketchup裝完 我就要開始進入Sketchup 我要最後要把它收回了 還滿久的 那我先把我的檔案偷過來 把我的檔案也偷過來 那時候畫的 然後就破解完畢 先開2020 好 那我要切了 要存檔好 這個畫起來也是頗複雜的 這個畫起來也是頗複雜的 好 分解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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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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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怎麼會變這個 明傳大學 真的是很討厭 怎麼會這樣 我的電腦怪怪的 圖片 不要興奮 我只是要把那個東西叫出來 明傳大學 這張圖 我們就用這張圖 實在是找不到漂亮一點的 適合我們的LOGO 這個可能比較好一點 明傳圖片 我們放在桌面 把它丟進來 你這張桌子其實這個材質 材料 你就可以用其他的元件代替 那我就把桌面上面的這張圖片給它帶下來確定 然後就給它 點下來給它 那現在粗略的看似這樣 那你要把這個模型的大小再改一下 可能還不夠 這要三倍大 所以你要改三倍大 或者是兩倍大就可以了 然後你要調整一下那個位置 然後表面材質 Texture 材質 它沒得選 沒有辦法選材質 所以其實也滿討厭的 所以這個 你只能這樣 你只能照它的做 要不然就是貼圖 貼那個 自己先惡攻那個 就是我這張圖是用 先用那個Photoshop做好 直接整張貼過來 會比較方便 那我就直接ㄎㄧㄤ過來 這樣子就可以代替 這會比那個方便多了 那記得這邊那個 這個 有沒有 奮鬥到底 那我這邊 要推出來一點點 要然這兩面會重合 你看這樣也多愛民船 好 這樣子這個桌子你就完成了 你看我的電腦怪怪的 要右鍵群組都很難群組 再來就是這個 虛擬背景 那這個背景也是 花了一點時間做 你自己回家做 這是你們第三次作業的內容 然後接下來 我們就準備上去 我要 接下來我要那個 9點多的時候 我切的螢幕的時候 就要跟你們講PR 我現在要把Sketchart 做最後的修正 所以大家要注意 那你要做出這個是不錯 這要花滿久時間 像後面這些圓弧的造景 其實要花很多時間 有空再來做 那我這個也不差 但是要做起來也滿久的 好 那我就現在就把這個 背景的部分刪掉 好 那我這個是我一整組的 是一個背景 所以我這邊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分兩個 以免我現在把它毀掉 分解 然後我現在因為這個 這個 處理起來也是很麻煩 你看這邊要刪掉 要刪多少東西 小心不要刪到五台 要很小心 這有得搞了 然後你要刪掉五台 為什麼 因為我要把主播合上去的時候 我必須要有一張乾淨的 沒有舞台的 沒有桌子的背景 這樣我主播才可以放進去裡面 所以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把這個舞台清乾淨 請導播把那個工作人員 把桌子搬走 那我們自己就是工作人員 直接搬走 這樣應該有刪的 比較乾淨一點 越刪越乾淨 不要忘記Ctrl S隨時存檔 要不然你會那個 痛不欲生 學校電腦又毀掉 你就又哭哭了 你看我用那個 這邊不能刪喔 這個刪了 欸這還可以 這個多餘的線段 它有的線是重疊面 你就GG了 好了 好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再來拍一張 那我把旁邊的這個 紅給它刪了 這桌子我也刪了 重新移回來 我們再重新開始吧 這個是 一張圖 我們現在要把這個 背景呢 留著 群組 然後這個移進來 有沒有 差不多是這個位置 OK 那主播到時候就在這裡了 好 那這個你就可以 下課GG 然後那個 我就把我的桌面 給它畫起來了 然後不要忘記 其實我可以蓋蓋子 蓋蓋子最後再來蓋 然後這個比較高一點 我們把它往下移動一下 劈 我現在在打盲拳 看不到 好 這樣就差不多了 好 最後就是把你的整個棚 全部都上綠棚 好 那我就一樣 露小縫 露小縫之前我先取景 這邊先take一下景 所以我在這邊取景 SIM加一下 加一個場景 然後來 正面的主播 主播請注意了 我要開始了 這樣子 這張桌子好像有點高 讓它矮一點點 這樣子 好 這樣子 不知道有沒有正 你可能要再take正確一點 不夠正你就這樣子 再近一點 再取近一點 沒有人說一定要完全的很正面 然後側面一點點也可以 主播 在這裡 站在這裡 抱也可以 如果主播站歪歪就要注意了 好 那我就回到空拍這邊 那我現在就要蓋蓋子 蓋蓋子之前我先延伸背景 反正這是虛擬 然後我就蓋蓋子了 蓋一下蓋子 老師怎麼蓋不起來 不用擔心 蓋不起來你就畫一條線 斜對角一切 應該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就進去裡面 全選這邊的東西 那我們給它上顏色 上綠色的材質 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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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綠棚 綠色的棚 好 差不多是這樣 那我們回到我們剛剛那個場景 好 這樣子 對不對 這樣子就可以一個景 其實主播不能那麼小 所以我們再近一點 那我這樣子做的過程 那我這樣子做的過程 就可以變成影片 就可以變成影片 但是你要做成這樣的影片 理論上這樣子做影片 好 好 好 那我這樣子就完成了 好 那我就可以直接做渲染 那在做渲染之前 這邊可以給它隱藏 這樣就渲染一張 可以 好 我們這樣就先渲染一張 我先假裝渲染 因為渲染 渲染 我先渲染 2017 存檔 是的 然後 汇出 2D的圖形 我先假裝 汇出 No Table 一張 然後再 把這個 Edit on Hide 取消隱藏 Oh 這個再一張 這個再一張 你再給它放進來 那這時候 我就要把這個 隱藏起來 隱藏 它就剩這張桌子 好 來 導出 匯出 2D圖形 Table 好 那這樣你就看得懂了 這張有桌子 這張沒桌子 那你到時候合成的時候 中間就可以疊上去 你就三張圖了 可以吧 我們的想法 粗略來講是這樣 可以 請各位 如果你有時間 就做這樣的事情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在這個3D Warehouse裡面 分享模型 先儲存一下 是 那你在這邊可以去查一些 有用的元件 對你有用的 但是 請用 自己設計的為主 你有一些東西你可以下載 沒關係 像這些是人家弄好的 這是人家弄好的 你可以去下載 但是 是請你自己做自己的 可不可以 你可以參考他們的 但你還是得自己做自己的 可以吧 這個是很有名的 這個虛擬影棚 可以吧 虛擬影棚 那這個是做上去你就知道 那這個是Global News 有沒有 這個是一個桌子 還不錯 這個畫應該不會難畫吧 你們已經教你們到這個程度了 畫這張桌子絕對不會困難 絕對不會困難 真的不會很難 畫一個矩形起來 切切推推就可以了 這邊也是Offset向上 這一張桌子就出來了 那你可以多參考人家的這些東西來做 那這個也可以放一張桌子 就可以了 你看他的背景也沒有很複雜 對不對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最後一次作業 棚的部分不會花你太多時間 我不建議你找這樣子的棚 這樣子的棚 你會沒有辦法來不及去背 或做其他的事情 會讓你的棚變得更複雜 可以 好 那我們就差不多是這樣子 先切過去給你們 等一下我們就那個 你看我剛剛做哪些事情 我只渲染兩張圖 第一張有桌子 第二張沒桌子 純背景 這樣子我們去去背去處理 就比較好處理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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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 直接導出圖片就好了 就不要渲染 這樣最快 那你覺得你想要做一個 漂漂亮亮的影棚 那就請你渲染 你如果前一次應該不少同學 85分以上 有的同學甚至90幾分 超棒的 那你們就把那個 你們的渲染的功力拿出來 然後好好渲染一張 絕對會比這個漂亮 那這個模型也不會太複雜 複雜的東西 比較難的部件 你就用圖片 或用Sketchup的 那個那叫warehouse 去把它代替 下載過來用 可以吧 可以 OK吧 各位到目前為止都OK吧 今天那個大爆炸 因為要交的東西比較多一點 然後還好我有那個錄影 那我等一下就把錄影的部分 就上傳到我的頻道